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春师傅一家五代制作网红美食麻辣肉 二十多煮调料八道工序 将食材的味道发挥到极致的麻辣肉 到底是什么滋味 太辣了 王丽群大姐要用当季的水珠制仙 为即将外出求学的女儿 制作一桌组合鲜美味 这桌组合鲜到底有多鲜 我想晚点下核桃 宋兴大哥要用水中制仙小龙虾和田螺 制作一道做到停不下来的美味 据说这道美食吃完会嘴麻灵魂抖 他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找眼啊 找眼啊 半导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南县 感受当地独有的麻辣鲜香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仲夏时节 有风有雨有烈日 还有午后的慵懒 同时也迎来了万物生命中 最茂盛的生长时刻 寻味之旅也再度开启 跟随味道调查员小胡 一同锁定湖南之北湖北之南 湖南省南县 来品味洞庭湖区所独有的 大地江湖之间的仲夏之味 洞庭湖畔鲜味正浓 辣味当道 味道调查员走进湖南省 易阳市南县 在这里寻找南县传统的鲜辣滋味 南县的平均海拔是28.8米 夏季的雨水集中且丰沛 潮湿的气候应运出了火爆的滋味 它的粉末登场 同时又是南县人的最爱 其中有一道麻辣美食 从来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拥有了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具有不可撼动江湖地位的麻辣美食 就是麻辣肉 这种薄如蝉翼 油亮惊鸿的美食 是当地人不能割舍的滋味 杨冯春师傅一家五代 都是制作麻辣肉的手艺人 他们制作的麻辣肉 能让很多湿辣爱好者甘拜下风 他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杨师傅说 麻辣肉从选材上就有讲究 做麻辣肉 一般就选用里脊就行了 对 里脊肉 这个里脊肉就最喜欢的边上 只要上面这一块里脊 咱们做一次这个麻辣肉 要多少这个里脊肉啊 五百斤最少要 三斤猪肉猪一斤 咱们快把这个里脊肉 都给收割完了 老板开心了 等一下就买了这么多肉 老板您吃过麻辣肉吗 对啊 非常喜欢麻辣肉 非常喜欢吃啊 老板 用猪肉制作麻辣肉 一定要选细嫩鲜香的里脊肉 一千五百克的里脊肉 才能制作出五百克的麻辣肉 杨师傅说 这套标准是祖辈传下来的 他不敢有一丝大意 里脊肉把它翻过下来 就只要脊骨上面 这一块里脊就行 纯瘦了 带油脂的东西 换久了就 变味了吗 变味的 2.5毫米啊 这么精确 有点厚了吧 我这个 你看杨大哥这个还是比较薄到透光的 对对对 这形状还是可以的 对可以的 2.5毫米是最标准的 杨大哥 这都能做成麻辣的吗 对啊 这都可以 杨师傅说 南县的麻辣肉是一个大家族 家族成员有猪肉 鱼肉 鸡肉 只要是肉都可以入选 肉要选纯瘦肉 厚度2.5毫米 这个厚度的肉片 不会太厚 容易入味 不会太薄 有咬头 杨师傅说 接下来是制作麻辣肉最重要的环节 调制秘方 味道调查员要打起精神 看看这独门秘方有多不同 一个无情的下料机器 就这样倒上 好硬啊 这个 散了一点 敲开之后 它这个香味特别冲 感觉才开了一个头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复杂 我觉得一麻一辣就够了 看似简单 背后暗藏玄机 29种香腥料 磨成粉 再和鲤鸡肉充分融合 使每片鲤鸡肉都均匀地 裹上一层香腥粉 一片片地展开吗 它就已经烤不干了 所以咱们这个铺好 就是要给它直接烘成肉干吗 对 边边角角 放心 我肯定会给它摆漂亮 没烤出来香腥 三斤这个鲤鸡肉 反正只能够做一斤成品了 把每一块肉 给它整成平整的偏图 万万没想到 裹上香腥粉的肉片 要一片片地舒展开 摆到特制的网子上进行烤制 鲤鸡肉要烤四个小时 而鱼要烤二十多个小时 小火慢烤 在火力的作用下 肉片开始收缩 烤干了 这真的很像那种猪肉腐 那咱们现在这个肉干能吃了吗 不能够吃 但是薄薄透透的 看起来就感觉直接能吃的那种铃嘴了 这个总方案的把它蒸熟 这要蒸多久了 两个小时 为什么咱们这个不直接给它 就是烤干了烤熟了就吃了 还得这样蒸一刀 这个吃起来有肥味 那个有嚼劲 多一道工序就多一道回味是吧 对对对 烤好的里脊肉薄薄透透 还有浓郁的鲜香味 杨师傅说 这只是半成品 还要再蒸两个小时左右 烤制肉片 为了让肉片更有嚼劲 而蒸制则是让它吸收水分 一收一缩 就成就了麻辣肉 精道又绵软的口感 这是直接大变身了 而且肉眼可见并软乎了 刚才是硬邦邦的 这个肉香味非常浓 完全没有水分的那种猪肉干的味道 对 它像是咸鲜味的 麻油加辣椒粉 哇 这个红油的颜色 一下上去了 然后这个芝麻香的味道 太浓郁了 很有食欲的那种辣条 但是闻起来非常非常浓 那些芝麻香 哇 我低估了这个辣椒的这个辣度 不愧是麻辣肉 这个闻起来不辣 吃起来还是很辣的 哇 这位特别酸爽 啊 好辣 辣呀 它不是那种花椒的麻 芝麻香 但是它这个辣是真的辣 但是怎么还挺过瘾的 吃起来 对 还想再来一下 因为谁越想吃 嗯 因为谁想吃 因为很有嚼劲 对 芝麻油和辣椒粉 调制而成的麻辣汁 倒到肉片上 使肉片瞬间就有了麻辣的滋味 现拌现吃 吃的是新鲜 拌了储存 吃的是回味 在南县 一切皆可麻辣 麻辣鸭火锅 麻辣牛肉 麻辣豆干 麻辣鱼 都是麻辣家族 点担率极高的 也是一代的南县人 心中的家乡味 采连南堂丘 莲花过人头 江河环绕 湖港纵横的南县 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水乡则地 而在这里 几乎每家的门前屋后 都有一口这样的荷糖 在南县人的夏日餐桌上 必然少不了 来自荷糖的滋味 这就像烈日当头的一阵风 及时又清爽 南县的水中 郁郁了很多的美味 它们或清脆或软嫩 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鲜 极致之鲜 对于爱鲜的味道调查员来说 去寻找水中治鲜 本该欢呼雀跃 却没想到 它竟然十分担忧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晚点下河糖 我有一段非常惨痛的经历 大家可以点击回放 我像一个那种人形气球 就是下半身是定不住的 帮忙 这鞋陷下去了主要是 我现在 鞋不如了 曾经深陷泥塘 无法自拔的经历 成为了味道调查员心中的阴影 不过这一次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下河糖的 是王丽群 王大姐 看大姐爽朗的笑声 味道调查员安心不少 慢点 慢点 不能去了 原来 王姐很少会下河糖 下厨房 但是今天非常特殊 她一定要亲自采摘 亲自制作 至于为什么 她要一会儿再告诉味道调查员 他们在河糖中寻找的 第一种水中制仙 到底是什么呢 吃到这个莲心了 莲心好吃啊 吃了好的 莲心就比较清楚 对 这里一个好大的 我怎么都没看着 我看见了可以了 这真挺的 你不能离我太远了 王姐 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谁能保护我 我吃了没有摘过 这是第一次 我摘下只负得吃 那都是我老公摘回来给我吃 那你好幸福 对呀 莲碰 那是南县人爱了又爱的食材 莲房可以煮茶 莲子可以直接吃 莲心可以去火 无论是生吃还是做熟 都是极鲜的代表 有了莲碰 王姐要带味道调查员 去寻找另一种水中制仙 那又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鲜味呢 这么大一株啊 我以为是小野草的 你得看 这样把它剥出来了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一节就可以了 你层一层剥开 就这样子 两边要把它掰开一点 再掰开一点 这个不能掰了 不能掰了 很滑 很滑吗 出来了出来了 这得是巧劲儿 这个是盐巴草里面长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一捏会炸开的 我不会 王大姐说的盐包草是一种野生蔬菜 它甲金白嫩部分就是菩菜 味道清爽可口 汁水充盈 是南县人舌尖上的真羞 采摘了菩菜 王姐还是没有回去的意思 他说还有样水中制仙一定不能错过 那会是什么呢 我们都还没走过来 大哥已经开始下手了 荷叶杆的 今天长得到的这个 看 相当长哦 这个 好漂亮哦 哇 又好长 这个好漂亮 洗一下 洗得着就白白净净 出于你而不然的感觉 非常白净 全部都是好东西 风一吹 所有树叶都往一边跳 对 又拔了底针了 来 王姐都笑开花了 好可爱啊 上午采 中午就拿走了 晚上就被吃了 等一下 这做出来吃的很好吃 绝对够出来 这个就是又弄又甜的 现在吃 现花 现吃的话是最好吃的 新鲜 一 二 三 偶尖也叫偶梢子 是连接偶结和嫩荷叶的精 水分充足 有着松脆的口感 而且回味甘甜 莲子 菩菜 偶尖 这三种生吃都回甘的食物 在南线人手上 又会如何精致打磨成 移到到餐桌上的炙仙呢 咱们这和堂姐妹花 算是上岸了 这是干莲子的 干的时候就小了很多 对 咱们踩豆尖 然后莲胖 肚子里面 把那一针都全部把它去掉了 里面搞得干净了 这感觉像这只鸡 吃了一肚子的 这个像莲子米 偷吃的莲胖吗 这是 放这么多档吃 就这样包在肚子里 对 再这样把它包在肚子里 再放点那个一米 一米 锁住 给它 这个只要放盐就可以了 完全原汁原味 王姐说 莲子去火 挡身补气 一米除湿 再和温补的鸡汤搭配 不得不说 爽朗的王大姐 搭配美食 还是很有一套的 味道如何呢 静等一个小时 这是野猫草 稍一点开水 把它刷一下 我今天是要怎么处理 用手白蛋的好吃一点 对 就这样 您之前说 这个是直接可以吃了是吗 这个是可以吃啊 这个叫藕断丝连吗 甜甜的感觉 是不是 真的是 那种更嫩的那种 莲藕的口感 白嫩的胶白 脆爽的菩菜 藕断丝连的藕间 每一种映入眼帘 都自带清爽的光环 这不 味道调查员边包边吃 我手塞着 来来来来 心疼一下 心疼一下 心疼妈妈了 这个脸皮是我们采的 这个还有骨尖 还有盐包厂 每次去我们班开家长会 但是同学说 你妈妈好像贵妇了 端庄 一起夸吧 说明爸爸宠得好啊 对啊 幸福一家人啊 那你上大学怎么办 小妈妈做的餐 所以就会教认我多好 多好顺便减肥了 对啊 王姐跟味道调查员说 她的女儿高考结束 开学就要去上大学了 王姐对于孩子的成长 未感欣慰 但是对于孩子 即将要离开自己身边 也有些不舍 这餐饭是王姐特意 为女儿准备的 平时不怎么下厨的王姐 一定要亲力亲为 为孩子做餐饭 让孩子记住妈妈的味道 开始做扣肉了 对 这是九糟是吗 对 哇 小心油啊 把它炸成那个精华色 还是美好 贴心什么样 对 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我就害怕这个 有了九糟的加持 五花肉迅速上闪 经过油炸的五花肉 换上了漂亮的虎皮装 肉香更加浓郁 这个油炸五花肉 和水中制鲜 能搭配制作 什么样的美味呢 这样子卷起来 哦 你放在这个里面 把它卷一下 哦 卷一下 这些不是很便宜的吗 王姐说 女儿很爱吃肉 所以她就创造出了 这道莲子扣肉 莲子有莲子之意 也寓意着父母 对孩子的爱莲之心 锅里炖着莲子鸡汤 锅里蒸着莲子扣肉 王姐锅里正在炒新鲜蔬菜 焦白 菩菜 藕煎 青炒也好和肉炒也好 都保留着蔬菜本身的鲜甜 和白嫩的颜值 不知道王姐这桌 妈妈味道的美食 味道如何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采的 这就是这个 说是最新鲜 最好吃的 对啊 嗯 爽脆 捏捏捏包的 好糯呀 但是我吃 有点苦 对 谁敢第一口尝试一下这个口肉 似乎我不信心 我有点害怕 你来呗 没有想象中那么腻 它里面有那个梅干菜 怎么样 我一口无吃了 王姐可以啊 霸气啊 没得好啊 这个我女儿今天被福朗大学 四方大学录取了 开心 你激动吗 当时心里面第一感受是什么 我直接从那个床夫上面 鲤鱼打挺就发生了 妈妈今天是一路都在跟我夸 好开心的今天女儿拿到兔日书了 被胡适大录取了 对 特别骄傲 这是人生的这道的喜事吗 心情也好 做什么都好吃 先开心的 抑郁眼瞄着 开心 干嘛 干嘛 你也干嘛 美味是味觉的体验 是思乡的寄托 更是一份来自于家人的牵挂 看你花开 看你美丽 看你的现在 遍地浅磨 逼泊如花 动人的风采 西滴花孤荡 气节拍个声多自在 你自在 到米飘向下 而飞了 撩拨了情怀 我为你爱 有一种美食啊 它飘洋过海而来 又沿江而上 成功地征服了大江南北 成为了当今当之无愧的网红美食 而且啊 在水乡南县 它也是咱们这儿夏日的舌尖狂欢 小龙虾 诶 猜得没错 就是小龙虾 接下来啊 跟着小货一起做虾去 要说小龙虾 那南县人是爱到骨子里 有人为小龙虾做歌 有人为小龙虾比赛 有人为小龙虾疯狂 宋兴大哥就是这么一位热爱小龙虾的人 他致力于将家乡物产跟小龙虾结合 制作鲜美的滋味 味道调查员跟宋大哥先到水塘中 寻找小龙虾的搭档 这个搭档到底是什么呢 宋大哥 慢一点啊 这么巧 我会不会还没到田里就已经下水了 咱们这个罗好大颗啊 你看这个牛也是这么大 这么滑的吗 我罗一种享受的 回味童的那种感觉 这里面有罗有几种 菩薯罗的就不能吃 菩薯罗的屁股短一点 但田罗的屁股就长一点 这个大家记住要辨别一下 要想吃田罗 那也得手快掩明 手快是迅速捞起 掩明是要挑到背的 躲在里面里面的 你手这样 捞出来 这个对比就很明显了 菩薯罗的一般 这屁股要稍微短一点 对 它就平的 头大屁股短 对 胖乎乎的 这边 这边有很多 好多啊 这个菩薯罗 加多了 通体发黄的菩薯罗 这好大一个啊 你看 这个20个就可以吃一顿了 从个头来看 成年菩薯罗体型 要比田罗的体型大 从颜色来看 菩薯罗的颜色偏黄 而田罗偏青褐色 从形状来看 田罗的尾部呈锥形 盖头是片圆形 而菩薯罗尾部偏短 盖头偏扁 找到了田罗 接下来跟小龙虾登场 这什么时候放的地龙啊 从来往上 看看这一夜 有什么样的收获 哇 哦 真的还不少 一格一格地抖下来 对 不抖它就不会出来了 哇 已经有小半楼了 哇 你看这大龙虾 它自己夹了一个小龙虾 还有小米虾 你看 哇 这个超级大 夹不到我吧 没有办法 田罗和小龙虾 都是南县街头 必不可少的鲜味担当 这两种鲜碰撞的一起 会有什么惊喜呢 回家开始制作 今天晚上都做了什么好吃的 这炒的丝瓜是吧 哦 这个拌饭吃 肯定特别好吃 可以下饭啊 一日一边吃晚饭 一边在这儿溜达 对吗 阿婆一笑 我也想跟着笑 好开心的感觉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童年款的 荷叶帽是吗 荷叶帽 年款的 好看吗 是不是这傻 你们都带着这帽子 去干嘛呀大哥 钓鱼啊 我们给我们这个 啊 钓鱼遮羊子 这能遮到啥 我现在没有一点感觉 就被遮到阳光 那大哥还带着铜鱼 回家吃饭喽 年龙西亚骨 把这煮熟 然后剥肉出来 把它泡出来 就从哪儿开始的 这个地方 对啊 这些上面都不用了 对 一定要把这个肠子 倒关键 它有那个小螺仔 在这里面 就吃起来各牙 我摸到了 小螺仔 它现在热好 是炒螺仔的时候吗 对 好多啊 肚子里面全部是这个仔 怕烫 甜螺要把肉挑出来 这一步难不住味道调查员 小龙虾要把头和虾线去掉 这一步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 有困难 我得直接剪啊 啊 哇 那里面有那个 虾头 虾脑 哎呀 你看你看看 它现在背上是这样的 它们钳子夹我 然后拔虾线 从尾巴中间这样一 对中间的 一抽 它们的钳子实在是看着让我有点害怕 别夹我啊 你看它这个钳子 感觉它钳子跟我这剪刀差不多大了 你看 一定要把它剪到上面 容易入味 我都觉得我能开个虾铺了 居然会处理虾这一套给学会了 直接两个都一起放过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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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一步的香味立马特别浓郁 大椒白了 这甜的我们大虾 虾头里边很多黄 就是已经融出来了 融到了这个汤汁里头 这个螺肉在底下 还有这么扎实 一点都不会缩水 这么大颗 热油激发出了甜螺和小龙虾的鲜香 再加入辣椒 鲜香与辣香完美结合 加水闷至 使两者滋味更好的交融 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好有嚼劲 特别特别弹牙 又很筋的 汤汁和黄是融在一起的 看我动一下 它是下味在上面弹的 是甜味的 而且是爽脆的 对对对 欢迎大家到这里来 现在下小龙虾 味道没及到 好吃的很 好吃的很 来来来来 好吃 好吃 还想吃 还想吃 还想吃小龙虾 真好吃 小龙虾揉一口满嘴流香 田螺嚼一下 弹牙筋道 这道双鲜组合 又鲜又辣 在南县 浓郁的虾蟹汤汁混合着南瓜泥 再加入弹牙的小龙虾肉 直接浇汁 到南县特有的倒虾米上 颜色明亮 味觉鲜中带甜 同样是当地人 十分喜爱的味道 菜刀与砧板炒锅与炉火之间 尽数神间至味 元旦片家乡好风味 春节片 中国年味 清明片 春天的味道 五一片 将心独到 端午片 香飘端阳 中秋片 家乡中秋味 国庆片 京秋好风味 42集大型美食文化纪录片 2022有味道 精彩呈现 杨冯春师傅传承家族手艺 丝毫不打折扣地继续制作麻辣肉 她希望可以将更多的食材 纳入麻辣肉的家族阵营 为家乡人保留那一抹香味 王丽群大姐在这次寻味之旅中 找到了制作美食的灵感 她要继续探索 成为家里的厨王 等女儿放假 为她制作更多的鲜味 宋星大哥 希望家乡的物产小龙虾 能被更多的人知道 她要将家乡的食材 与小龙虾组合 制作更多麻辣鲜香的美味 鲜味辣味 与其说是舌尖的味道 不如说是映入骨子中的家乡味 那么香情历久弥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